哈喽各位同胞大家好 下午了我闲得没事干 又换上老鼠皮的衣服 在外边画画下雨了嘛 作品完成了就是这个样子的 希望待会接小图的时候呢 会把这个做成我的小图 今天呢就打算用这几把刷子 但是呢 你看这个让是克朗娜 就给我刷油漆刷坏了 油漆得用spirit洗 没有洗出来 这里有点 这是个angle brush 画叶子什么都很好 这也是个小的angle brush 这个是两个平的 我这是两把新的还没用过 然后买刷子的时候呢 我觉得尽量别买这种漆的都掉了 尽量买这种塑料的会好一些 就用这个吧 现在拿这把刷子 我把它load up 用这个小的 因为它有一个小脚嘛 这样走的话会比较好走 小鸟叫着 还觉得挺美的 这边好像没有花错了 错了没事了 这个花错了没事 待会弄花瓣给它遮住 你要是觉得有花错的地方呢 我就给它 待会做一下弥补 再给它遮一下 和遮瑕粉似的 给我感觉 这边这个呢 待会花上叶子 就看不出来了 就着刚才那个笔不好 再换一把 刚才画出来呢 有点粗 就着刚才那个地方 没事 再画画 重新画 画这吧 感觉这个能画比较细的东西 这个小鸟叫 这样就算可以了 所以画错了也没事 可以再回去 下雨了 我坐在棚子外边画 它觉得挺有一种古人 富庸风雅的感觉呢 古人不就是要下雨的时候 坐在外边品尝吗 是吧 好看 这个颜色真好看 颜色真漂亮 待会我给大家照着 下了一天的雨 那不前几天 昨天还是前天 我还听到有 Thunderstorm 哇 妈呀 打雷 苹果花是不是就是绿的来着 应该是 苹果花吧 下着雨出去干嘛 等天气好的时候吧 天气好又高兴的时候 这个周发生事情太多了 不出去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我给大家看看这雨吧 听见没有 我喜欢坐在这 是不是一个棚子吗 下雨的时候 我就喜欢坐在这里喝茶 看看花 有时候呢 坐在这里画画 不就是休闲方式 我就是干这个 看我发现这几个画的不够多 就重新把它再画 Aculix就是挺好的 我就感觉像 它不像水彩画 我给我感觉水彩画 好像有点稀 而油画呢 就太呛人 这个Aculix呢 介于两个之间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我刚才在那里边看新闻 说法国有一个地方 叫Kiley 很多难民营 我就想 妈呀 幸好没出生在那 出生在那还糟了呢 那不是他们的错吧 你说 那国家都那样了 被炸得七零八乱 可不就是往好的地方去 所以说 我妈说 我希望生活在古代嘛 我妈说 你咋就确定 你就一定生不生 生在大官的家里 很穷的要去 用女牛耕地 把你卖到那府上 做洗脚丫头呢 也不一定 我想想 这倒是 连着命是不能选 那说不定生的不好 生成洗脚丫头 那慈禧不就是吗 慈禧好像就是在 我看到 很多资料就是 慈禧是汉人 说其实是山西人 他是卖到一个官宦人家里 坐这个 这个 这个王府 这个洗脚丫头 那个时候的那个 很多 大家闺秀 都不爱到皇宫里边去 其实他们的 皇族的这个血统呀 早就乱了 人家不愿嫁到那里去 就让这些 叫我们汉人呢 去代替 其实慈禧呢 是汉人 真的 我相信 好像姓王 给我寄的 因为我喜欢古代娘娘 头上的那些 就是那些点脆呀 还有那些花呀 我觉得特别漂亮 我说要生活在古代 那些女人都可以 带很漂亮的花 我妈说 嗯 你还得有那命呢 你没钱 给你带个布花 就和白毛女似的 她爸爸 她爹 那不给她买了 二红头绳就过年了 那说不定也是这个样的 是吧 所以说 我怎么能确定 就一定升到大官家呢 说不定让我去拉牛耕地 说不定还是三房四妾中的八房呢 就我这样的 当个八房可差不多 因为我觉得那些 看那些古代的那些人 你看得很有头脑才行呢 你像我吧 没有头脑 那去到哪 我就觉得去哪也不行 头脑最重要 没头脑的人 你干啥能行啊 这个就算画完了 离画 听着小鸟在叫 在这画画 哎 还觉得挺美的呢 你别说 还挺高兴的 我想那小鸟 也可能是在这 跟我说话哈 可惜我听不懂 我这是自己想的 小鸟和我说话 说不定那鸟来呢 骂我说 你这个人真闲 我饿得都没有虫子吃了 你还有闲 功夫画画 你怎么不给我买点虫子吃 说不定和我说这个呢 我还以为他们和我在这聊天呢 啥不拉几的 还以为这鸟喜欢我呢 也不一定 自作多情 自作多情的人 可能也就是这样 听着不哭鸟叫了吗 他经常在这叫 这个鸟 画错了 这也没事 你看这个地方画错了 待会呢 我就用花瓣 把它给补上 就看不见了 我刚才画干的时候 没考虑好 其实啥应该都不应该画 结果画上了 画上没事 给它补上 就看不见了 我本来用那个 ungle brush 我想买一个 后来想想 我不买了 我把它剪一下 这个地方 你看画错了吧 没事 画错了 再会儿 给它这样补上一笔 给它 变成个叶子 你看 知道了吧 这个颜色 是不是很漂亮 哇 绿色 美呀 美呀 真漂亮 颜色太美了 就是 颜色太漂亮 我小的时候 还打羽毛球 经常出去打羽毛球 装迷藏 现在这小孩 基本上都不出去 干这些事了 因为现在这 太太太 都打电子游戏了 现在英国规定 退休是 67 哎呦 妈呀 41 我还得做多少年啊 嗯 说不定不到67 就哈米了 牺牲了也不一定了 它67 真会算 等到我到67的时候 它就变成71了 我怀疑 所以 嗯 能省钱 就尽量省钱 尽量早退休吧 也不能算得太近 谁能算 说不定 人家掉下个花盆来 砸我头上 我就哈米了 OK 这样一勾勒呢 就给我感觉 有一些立体感了 大家觉得没有 然后呢 给它画上锡 头画的锡是黄的 最后呢 给它画上点锡 画上这个黄颜色的 你看 这个就是和塑料似的 给大家看看这个颜料 塑料似的都能抠下来 要不就是我画的还不够好 因为再细一点才好看 最后呢 我还买了我喜欢这种金色的东西 金粉 给它撒一下金粉 看看好看吧 不出来了呢 哇 金粉世佳好漂亮 天呐 好漂亮 漂亮漂亮啊 我以前不是刚学化妆的时候 和我好朋友教的我 我弟弟和我妈说 妈呀 孙悟空 我就是我借着那个 有一个东西就是涂到眼上 就是亮晶晶的 就这么个东西 我一撒金粉我就想起来 孙悟空 可逗呢 女孩不就是这样 第一次化妆是不会化 叫好朋友叫 好朋友就说 对 我们俩一块儿化 结果出去 妈呀 吓死我了 两个孙悟空 好看吧 撒上金粉 哇 好漂亮啊 妈呀 哇 金粉世佳 这就是作品 OK 还是幼儿级别 我本来应该画上 两个小蝴蝶的 我先算了不画了 撒的金粉 好看吧 感谢收看 还是感谢收看 非常感谢 下次见 小娘 小黑娘 她出来了 看到小黑娘了 在树上 拜拜 和同胞们说再见 拜拜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